好,我们现在看一个影片 告诉你云怎么形成的 下来针对大气的电话和云的形成方式 让我们来做实验吧 这个实验结果会帮助我们了解云的形成方式 首先来看实验的设备 将塑胶纸剪成符合水箱的大小 将其包住水箱后再用胶带固定 塑胶纸结合树 用透明胶带封起 然后在水箱中放入启压器 吹胶的气球 以及数位温度器 它往上拉就让它膨胀 然后气压就会下降 然后它的气球就会变大 可是影片中 你应该完全看不出来那个气球 有变大 你看得出来才有鬼 下一个就是要做温度会降低 温度会降低 接下来再做一次相同的实验 这次请注意温度器的变化 当塑胶纸被往上拉起时 可以发现水箱中的气温下降 从这个实验可以得知 空气比膨胀 温度就会下降 接着在水箱中放入少量的热水 它放热水的目的是要增加 有蒸发出来的水气 再放入温箱的烟 进行相同的实验 它放烟的目的是要增加凝结核 烟可以当作凝结核 然后就有神奇的事会发生了 当塑胶纸被往上拉起时 水箱中产生雾气 温度会产生雾气呢 让你来想想看刚才看到的现象吧 你不要管露点 你就知道饱和就好了 露点刚才浇 水箱中也因为温度下降 使得空气中 无法包含的水蒸汽变成水滴 水中的雾气是六点无法分辨的细小水滴 荡气中产生的云露现象 也是基于同样的原理 所以这就是要告诉各位 气压下降 体积膨胀 温度降低会容易饱和凝结成云 然后刚才讲过 最后这个记住 还有记住 以后只要碰到上升气流 它就是容易会下雨 然后马上就要跟你讲 A状况 B状况 C状况 都是上升气流容易下雨的例子 OK吗 OK OK